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耶利米苏三十到三十一章 日子将到到那日末后的日子是三十章重要的提醒 因为到时神的百姓不再做奴仆 必被领回归故土 重新得地为业 三十一章是神的子民与神的关系必被恢复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为慈爱吸引你 这句神重要的真情告白 就是在本章说出的 我们可以处处看见神人关系和好的语言和亲密 如欢乐歌唱 喜乐洋溢 心满意足 时常会在我们读的时候 内心都被神的爱激昂起来 而这爱的关系是要延续永远 神以后对待子民的方式将会使神的子民被神深深吸引 重要的转捩点就是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日子将到 神要另立新约 律法写在心上 个人都必认识神 罪虐被赦免 耶路撒冷将被重建 原来毁坏禽岛的地方都归为圣 三十一章是耶利米书整卷书中 我认为最令人振奋的一章 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的内容 耶利米书第三十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日子将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 以色列和犹大贝鲁的人归回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 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产难吗 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 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轻了呢 哀哉 那日伟大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万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景象上折断仇敌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 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故此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道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倒要从宽惩治你 万不能不罚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无人为你分宿 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过 你没有医治的良药 你所亲爱的 都忘记你 不来探问你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 曾用仇敌家的伤害 伤害你 用残忍者的诚挚 诚挚你 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 你的痛苦无法医治 我因你的罪孽甚大 罪恶众多 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 故此 凡吞吃你的 必被吞吃 你的敌人 各个都被掳去 掳掠你的 必成为掳物 抢夺你的 必成为掠物 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 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 说 这是西安 无人来探问的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雅各 被掳去的帐篷归回 也必顾惜他的住处 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 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 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 从其中发出 我要使他们增多 不至减少 使他们尊荣 不至卑微 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 他们的惠众 坚立在我面前 反弃压他们的 我必刑罚他 他们的君王 必是属乎他们的 掌权的 必从他们中间而出 我要使他就近我 他也要亲近我 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人 看哪 耶和华的愤怒 好像暴风已经发出 是扫灭的暴风 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烈怒 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 末后的日子 你们要明白 第三十一章 耶和华说 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 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耶和华如此说 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 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恩 古时 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 我已永远地爱爱你 因此我已慈爱吸引你 以色列的名 我要再建立你 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几股为美 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栽种葡萄园 栽种的人 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日子必到 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 必呼叫说 起来吧 我们可以上西安 到耶和华 我们的神那里去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 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 当传扬颂赞说 耶和华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 从地级招聚 从地级招聚 同着他们来的 有瞎子 瘸子 孕妇 产妇 他们必成为大帮 回到这里来 他们要哭泣 他们要哭泣而来 我要照他们恳求地引导他们 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 在岂上不治半疊 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莲是我的长子 列国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 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 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 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 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 就是有五谷 心酒和油 并羊羔牛犊之地 他们的心 必像浇灌的园子 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那时 厨女必欢乐跳舞 年少的 年老的 也必同欢乐 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 变为欢喜 并要安慰他们 使他们的愁烦 转为快乐 我必肥油 使祭祀的心满足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足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和华如此说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以你所作之功 必有赏赐 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你末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 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我听见 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 你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附恶的牛犊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是耶和华 我的神 我回转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灵路 就爆溃蒙羞 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 是可喜悦的孩子吗 我每逢责备他 仍身顾念他 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 我必要怜悯他 以色列民啊 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 竖起引路柱 你要留心向大路 就是你所去的原路 你当回转 回转到你这些诚意 被盗的民啊 你返来复去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在地上 遭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万君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使贝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帝 和其中的诚意 必再这样说 公义的居所啊 圣山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 疲乏的人 我是他宝玉 愁烦的人 我是他知足 我醒了 接着睡得香甜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把人的种 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 将他们拔出 拆毁 毁坏 轻负 酷害 也必照样留意 将他们建立 栽植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那些日子 人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 儿子的牙 酸倒了 但个人 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 必酸倒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那时太阳白日发光 使星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又搅动大海 使海中波浪喷轰的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这些定力 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 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果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若能量度上天 寻查下地的根基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 一切所行地 细绝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 从哈南夜楼直到教门 转绳要往外量出 直到加利山 又转到戈亚 抛尸的拳骨和道徽之处 令一切田地 直到吉伦西 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不再拔出 不再倾覆 直到永远 吉伦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